接着我们来做句型分析跟题组的翻译 我们看第一题 我们家浴室会漏水 你看英文怎么翻呢 英文是翻说 水啊 leak out leak是漏 leak out 漏出来了 从哪里漏出来 from our bathroom 从我们的浴室漏出来 所以我们家浴室会漏水 你不要以为很好翻 真的是很难翻 你要抓出来 主词就是水 冻词就漏出来了 从哪里漏 从我们家的浴室 英文是这样翻的 所以翻译真的是不太容易哦 好 英词 这两个句子用del for 英词 这个del for呢 如果是在一个句子 常常这个前面用分号 如果是两个句子 del for 那么在第二句 就会放在句首比较多 好 放中间前面就接分号比较多 当然你也可以这边用句点 这边用大写也都无所谓 好 反正句子是灵活运用的 因此妈妈请人来修理 好 请人来修理 注意哦 请人家做什么事 邀请人做什么 这个叫人家做什么 这个都要用实义动词 好 实义动词 或者是人遭遇到什么不幸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狗怎样 这个被偷走了啦 手表不见了啦 这些不好的事情都可以用have 这个实义动词 来 mom has someone repeal it 妈妈请某一个人 好 上面就是某一个人 大概就是修理工 来修理他 OK 这个看这样对不对 动词受词 受词不语 这个修理工来修理 这个遇词主动用圆形 OK 这个就是答案了 那第二个 妈妈使得这个 it就是遇词 遇词被修理 被动就可以啦 你要加一个to 这个就不好了 不要加to 第三个 mom invite 不要不要 不要用invite invite通常都是 邀请人吃饭啦 邀请人参加婚 婚礼啦 参加晚宴啦 等等 那个才是invite 所以我们讲 邀请人吃饭 吃晚餐 我们会用invite moreland to dinner 这个就是邀请人吃晚餐 用invite 那请人来 这个修理什么 一般都不用invite 好 再来 mom ask someone ask someone 也是 不能用ask s个是要求 紧救 拜托拜托 你来修好不好 这个好像怪怪的 就是 十一动词 用hats就对了 这个都是 动词都不太好 下去 我们来看第二题 他母的母亲发现 发现什么 发现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句子结构 应该是主持动词受词 主持动词受词 刚刚这个是主持动词受词 受词补语 下去 toms mother 主持 find动词 him 他 好了 受词 他怎样 发现 发现 他一直在发胖 我们另外写 这样子 如果你要写 另外一个句子 那就是主持动词受词 如果把它 定到这边来 连成一句 那就是 动词 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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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 受词不语 我们就来写吧 发胖 发胖 英文怎么讲 英文是用 gain weight 或者是用 put on weight 这两个都可以 put on weight 好 这是动词 受词 受词 受词不语 发胖 那 主动 人发胖 是主动 所以用 原型动词 put on weight 或者是 gain weight 这个weight 要切开 这样才不会乱掉 好 那我们用ing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通常这个 我们会用ing 正在 因为他讲 一直在发胖 一直在发胖 就是正在发胖 正在进行 所以我们这个 用ing 反而比较棒 gain in weight 或者是 putting on weight 好 继续 我们再来看 那么发胖是怎样 这几个月 好 这几个月 英文就是用 in in the past few months 在 之前过去的几个月 一直到现在 都还在发胖 用进行式 就可以了 不需要用到完成进行 这样子 我们就很清楚了 再看第三题 这一阵子 英文就是listi 这一阵子 我们常看到汤姆在健身房锻炼身体 主持 我们主持 看到动词 汤姆 受持 汤姆怎样 在健身房 这是一个地方的便宜 在锻炼身体 就是受持 不语 we often see 看到 谁 汤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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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 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 英文是用exercise 你看到他在健身房 一定是正在锻炼 正在锻炼 所以我们用进行式 比较好 这个是看到感冠动词 看到汤姆正在锻炼 什么 他的身体 his body 这个身体 因为身体 body 只能配合锻炼 你不能说 老师 你不是讲说身体很好 我们身体用健康吗 可是你用了健康 健康要 你这边动词是锻炼 锻炼健康 这好像不太多吧 锻炼只能配身体 增进 只能用健康 增进健康 促进 这个健康 那锻炼 就要用身体 所以这个exercise his body 才是合理的表达 在哪里 in a gym 好 gym就是健身房 或者是体育馆 好 再来 原句的那个健身房 体育馆是用 gymation s-i-u-n gymation 这是他的原句 现在这是缩写 好 再看下面 要书解紧张 还有 与人和睦相处 这是两个 不同的事情 所以要加end来 衔接 与 要怎样 我要怎样 要就是想要 就是目的 要怎样 英文可以用两个表达 一个是用不定词 to 后面加原形 那一个是用纸句 if we want to 如果我们想要怎样 因为这主持是我们 所以两个翻译 看你要选哪一个 当你程度到一个境界之后 你就如鱼得水了 老师我要用便语翻译 可以 就用便语来写吧 我要用纸句翻译 可以 你就用纸句来写 就是那么简单 好 这个是纸句的写法 这个是便语的写法 老师都帮你 陈列出来了 好了 现在两件事情 疏解 紧张 疏解就是 缓和的意思 英文就用 to release r-e-l-e-a-s-e 紧张就是tension 这样 以及 跟人和睦相处 但是我们要对称 to release to and to 因为这是不同的两个目的 第二个 跟人和睦相处 and to get well along with others 好 这个意思就是 get alone 相处 那get well along 就是和睦相处 那with other就是跟别人和睦相处 就是get get well along with others 如果是跟 我的邻居和睦相处 就要用 get well along with neighbors 这个就 翻译出来了 前面就是两件 第一个 to release 第二个 to get well along with others 两个to 好了 片语 后面句子出来 我们要培养 we 这个要是应该要的意思 we should oh 老师看到 这个地方红字 打错了 多了一个e in the past few months 我们应该要怎样 要培养 培养 英文就是用develop D-E-E-L-O-P 培养 培养什么东西 幽默感 好 培养幽默感 那我们把幽默感写出来吧 sense of humor the sense the sense of humor 这就是幽默感 sense of humor 就是幽默感 好 那么 we should develop the sense 这个感 什么感 幽默感 好 再来 第二题 因为幽默感 会使我们的生活 充满乐趣 趣味和快乐 主词 幽默感 动词 会使 使什么 受持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如何 受持补予 充满趣味 和充满了乐趣 那因为 我们加一个 it is because 为什么要加 it is because 记住 因为because 这个是 副词词句 你如果只有写 because 写完之后就结束 这个句子是完全错误的 为什么 老师告诉你 because是连接词 老师有没有讲过 只要有一个连接词出来 就会出现几个句子 两个句子 两个句子 才会有连接词 所以当你 because一出现 一定是两个句子 那后面这是一个句子 那你另外一个句子呢 不见了 那怎么办 补上去啊 所以我们这边 如果你第二句 一开始就因为怎样怎样 这个一定要补上 it is because 这样才是合理的英文结构 好 这个叫主要子句 这个叫表原音的副词子句 有连接词就是两句啊 前面一句 后面一句 这个才是正确观念 好 那么就不要再写了 用it来代替 会使我们 可以使我们用 it can make our lives 我们的生活 当然你也可以用life 好 用life是复述 那充满了趣味 for of fun fun就是趣味 and快乐 快乐就是joy 好 你用happiness也可以 不过这个字数少 我们就配字数少的 因为happiness 字数那么长 前面字数那么少 不太对称 用少的配少的 这样就很棒了 好了 这个就是主词 动词受词 受词补语 ok 这是用形容词 当受词补语 说明状态的部分 好 受词补语的部分 我们也全部告一个短诺了 希望同学在这个地方 能够有所收获 最起码观念上会更加清楚